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在面对神的审判时 意识到神的怜悯是唯一的避难所 使其得到平安 因为星星在夜晚是如此明亮放光 却在日出时失去一切的光芒 照样 人类中最稀有少见的纯洁 若与神的圣洁相比 也是顿然失色 因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测验 洞察人心隐秘的念头 就如保罗所说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这必使躲藏迟钝的良心开始全然招供 想起所忘记的一切罪恶 控告我们的魔鬼 既得他驱使我们犯的一切罪过 所以他就以这些罪恶控告恐吓我们 我们若展示引以为荣的善行 在审判之时毫无帮助 因为神所检查的是意志动机是否洁净 人的伪善现在是以羽勇自夸 也将在那时被揭露垮台 人的伪善不只是明知自己在神面前有罪 却竭力在人面前表现伪善 也包括人借着伪善在神面前自欺 因人都倾向于安抚谄媚自己 那些不注意这些现象的人 的确能暂时快乐平安地自以为意 但这意即将在神的审判台前烟消云散 就如梦中所积累的巨额财富 梦醒就消失无踪 然而那些在神面前认真寻求意的真实准则之人 必将发现人所有的行为都是污秽破烂的 一般人所认为的意在神面前是全然罪孽 人看为正直的不过是污秽 人看为荣耀的反而是羞辱 当我们默想神的完美之后 不要害怕降悲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也不要再自我谄媚 不要再受盲目自恋的影响 无怪乎我们在这方面是如此盲目 因为没有人能防范自我放纵的危害 所罗门说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然而人能因这幻想而脱罪吗 绝不能 反而圣经同一节接着说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人是戴上意义的面具来谄媚自己 神却以他的天平衡量人内心隐秘的罪恶 既然自我谄媚对自己毫无帮助 我们就千万不可自欺而自取灭亡